延庆赛区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 将主要承担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项目比赛 7月29日,记者进行实地探访,了解延庆赛区赛场建设与生态保护情况 延庆赛区是北京冬奥会建设难度最大的赛区 在无路、无水、无垫的山区,从2017年开工建设 仅用三年时间就建设几国内第一座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场 即国内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 咱们这个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呢 主要包括咱们脚下现在踩的就是主赛道 然后呢跟它对应的呢就是沙门这个叫遮阳棚 沙门我们还有给它服务的就是几时几分系统 照明系统 室外温度再低 但是有这个阳光直射的情况下 这冰面也会融化也会蒸发 所以对这个冰面的质量呢它是有影响 所以说呢我们就有这个系统来进行这个遮光处理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那个遮阳帘形成这么一个小气候 然后满足赛事的需求 在所有的这17条赛道 唯独就我们这个是有这个回旋弯 也就是360度 整个的这个难度也是创纪录的 雪车雪橇中心的那个可观赏性也是很好的 今年3月10号就是整个这条赛道 这1.9公里这个赛道我们川普制定成功 同时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在建设过程中也充分考虑节能环保 通过优化制冰制冷环节提现绿色半傲理念 一个是减少浪费 因为我们制冰队有分布着好多那个供水点 把防冬措施 不让它呢就是说呢 控制不住的让它随意的 另外一个节能的话就是我们制冷的 根据我们运行的需要 温度控制 既能满足这个冰面的质量要求 有能随时随地的 根据这个室外温度冰面的需求 调节这个供冷温度 然后降低这个能源损耗 除东奥赛区外 严庆也是北京重要生态寒阳区 为在赛区建设同时 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 严庆赛区多方面入手 对赛区植位进行保护 大云村这个建筑的规划设计 还有它这个 食物场的步骤的时候 就特别注意 对现场这个原生树木的这个 影响就是这种分析 在食物现场内 保留了100多个大树 近利保护方面 我们应该在赛区内 移植了1万多棵这种灌木和草本 就移植附近 在迁地方面 我们在赛区一共移植了 2万多树的这种桥木 在我们那个迁地保护基地里面 这个树木的成功率 都能达到90%以上 据了解 东奥会迁地保护基地 占地面积约300亩 未来 基地还将建立 移植树木大数据系统档案 并充分利用移植树木 打造冬奥郊野公园景观 在建设的时候 我们大量的采用原生态的修复措施 充分利用了咱们赛区 自有的一些资源 最大限度的减少人为的扰动 使咱们的建筑 景观和自然融为一体 山林与场馆 达到一个交相辉映的程度 按照计划呢 我们到今年年底 严谨赛区核营区的四大场馆 将全面实现完工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和国家雪车取消中心 年底呢 将开始全面的造雪植兵工作 到明年的年初 我们将首次承办 系列国际性的冬季体育赛事